細胞核之後會整,然後再決定要不要激發 激發就會把這個刺激再往下一個細胞 神經細胞來傳遞 那我們 就是藉由這樣的一個過程 來形塑我們的所謂的記憶 所以這邊就我剛剛講的 這些就是所謂的速度 就是接收訊號的